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本书,是中国美学史上最重要的一部,因为它大量的采用了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方法,所以被称为文艺心理学。 本书作者朱光浅先生采用中西护正的方法,以中国化的方式引进国外美学理论,对美学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述。 这本书非常适合美学爱好者入门。 朱光浅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美学家,一生致力于美学研究与教育。 朱光浅年轻时曾研究过文学、心理学和哲学,后来才发现三者在美学上有了交集,于是决定投身美学。 那么,既不能吃也不能盖房子的美学和文艺,又有什么魅力能吸引古往新来的人呢? 朱光浅先生回答道,忍饥挨饿,忍辱负重,烦恼可以忍受,但唯独艺术是逃不掉的。 今天读完这篇文章,你也许会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 本书共分17章,约250,000字,我将分三部分来介绍。 第一部分,从心理学角度对文艺作品产生的原因进行了解释。 第二部分则从微观角度对文艺领域中比较重要的两组概念进行了阐释。 最后,我们来谈谈文艺对于生命的意义,文艺如何拯救我们,那我们先聊聊文学作品的起源。 首先,让我们了解一种心理概念,美的惊心动魄,美是一种直觉的形象,是指我们看到的,耳朵听到的,可以触摸到的。 直觉是一种纯粹的直觉,当你看到它的时候,你会产生一种纯粹的感觉。 比如一张圆桌,不需要考虑它能不能用来做餐桌,也不需要考虑有没有方桌,你只需要感觉到圆桌的存在。 这是一种纯粹的直觉,只有人,才能欣赏到一件东西的美感,而不是一只动物,他们只知道它的实用价值。 一只猫看到老鼠,就会扑上去把老鼠吃掉,你见过猫看到老鼠就会停下来欣赏吗? 这种看似无用的事情,也只有人才会做,可以说,正是艺术使我们区别于动物,获得了心灵上的纯粹满足。 那么,如何将审美经验转化为具体的艺术行为呢? 我们刚才提到的美是一种直觉,但是在同样的形象面前,你我的直觉是不同的。 也就是说,美是一种艺术创造,是我们自己的心灵所创造的。 那么,怎样才能将这种艺术精神上的创造转化为艺术行为呢? 这是一种心理上的理解,德国心理学家、美学家古鲁斯与敏斯特宝对这一问题做出了最大贡献。 古鲁斯认为,我们的运动是模仿形象化的运动。 敏斯特宝认为,我们认为形象具有运动的力量,感觉到它在伸缩,其实是我们的肌肉在伸缩。 也就是说,当我们全神贯注于某一形象时,我们的身体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要表现出与审美对象相同的姿态,从而产生一种想要随着这个形象运动的冲动。 比方说,当我们看到高速入云的群山时,我们想要像它一样昂首挺胸,当我们看到风中摇曳的柳枝时,就会产生一种冲动。 随着它的节奏摇摆,当我们听到山雀悦耳的鸣叫时,我们就会模仿创造音乐,中国传统文艺理论中也存在着施法。 自然这一观点,朱光浅也相信,越能全身心地投入到艺术中去,就越能体会到美,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正是中国传统艺术所追求的境界。 因此,无论是通过物质媒介实现的造型艺术,如文学、标课、绘画,或直接以身体表现的一项艺术,如舞蹈、音乐、戏剧等,都是审美经验付诸行动的结果。 好吧,既然已经生产出来了,那么怎样才能获得更好的艺术体验呢? 秘密在于看问题时不远不近,这一原理来源于英国心理学家部落所提出的心理距离。 如果离得太远,与生活完全隔绝,就无法引起情感上的共鸣,如果距离太近,我们只考虑它的实用价值,而忽略它的美感。 举个例子,你跟蔡农聊饭糕,农夫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告诉他他家门前的青山绿水多美,他也会觉得奇怪,这有什么好看的? 我天天看,还不如自家菜园好看,和农夫谈饭糕太遥远,谈到门前的青山绿水又太近。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现实主义太平淡,太理想主义了,前者离我们的生活太近,后者离我们太远了。 简单地说,美是一种直觉,一种美,一种惊艳的感觉,一种艺术的美,就是一种艺术。 好了,接下来,让我们从微观的角度来看,文艺领域里最重要的两个概念。 第一个概念是自然的美,第二个是艺术的美,艺术之美如何产生,想要理解它,就必须把它和自然美这个词联系在一起。 回到刚才我们谈到的美丽,这是一种直觉,想象一下,在旷野中,一块石头是否美丽,应该说,当我们的直觉不注意它时,它只是自然美,而当我们的直觉开始注意到它时,它已经从自然物变成了艺术,从自然美上升到了艺术美。 比如中国的一块太湖石,原艺师会去欣赏它的瘦肉皱透,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湖底水流冲刷后,形成了一种自然现象,瘦是纸石头的外形要干净利落,轮廓要有曲线美,露是纸石头要有孔洞,有玲珑剔透之美,就纸石头上沟壑的褶皱,通透,就是纸石头上的孔洞必须是连在一起的。 这本来是石头本身的一种特性,但是当艺术家们把这些特征挑出来欣赏的时候,自然美就变成了艺术美。 还有艺术丑,艺术和丑陋,似乎是大多数人的观念中不可调和的东西,其实是把自然丑与艺术丑混淆起来,比方说线条杂乱,声音刺耳,那就叫自然丑。 艺术丑,这是美学领域里的概念,存在于艺术世界里,比如巴黎圣母愿离雨果塑造的钟楼怪人形象,这是典型的艺术丑陋。 现实生活中,如果遇到这样一个又聋又独眼,又驼背的怪人,我们一定会近而远知道,但在艺术世界里,我们不仅会发现他丑陋的丑陋其实另有深意,而且还会被他丑陋外表下的美好心灵所深深感动。 所以在艺术世界里,美与丑都是人类意志所赋予的。 第二个概念是刚性美和柔美,朱光潜认为美通常分为刚柔并济,二者其实都与大自然赋予我们的感觉息息相关。 大自然里既有老鹰松柏,又有黄梨嫩柳,那么艺术世界里既有巨马秋风济北,又有江南的杏花春雨。 朱光潜也从西方文艺批评中引申出崇高与优美这两个概念,他起源于康德。 他认为崇高是绝对伟大的,任何其他事物在他面前都显得微不足道。 崇高所产生的感情,通常带有一种令人不快的成分,它激发了我们对他的反抗,而他所产生的感情总是令人愉快的。 此外,刚柔并济的美与西方日神精神,旧神精神有着密切的联系。 刚性美是动态美,柔美是静态美,刚柔并济的美,醉意的醉态,柔美的镜像,梦境的宁静。 尼采在悲剧诞生时提出了两种艺术形式,一种是醉醺醺的酒神迪尔尼索斯,一种是日神做梦,阿波罗史诗,图画和雕刻都属于日神。 醉醺醺的酒神纵情狂欢,生命的波涛汹涌,刚硬的美像狂风暴雨般肆意挥洒。 日神在睡梦中安详安详,沉浸在梦幻般的美好之中,柔美也安静,安详,内敛。 以日神,酒神为代表的刚柔美与柔美,与中国传统观念中的阴阳观相对应。 所以,中西护正是朱光浅先生著作的一个重要特点。 现在,我们已从宏观与微观层面认识文艺,最后再谈文艺如何影响生活,为什么我们要创造艺术行为呢? 既然在体验美感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在做艺术创造了,为什么不把它变成一件艺术品呢? 朱光浅先生从主客分离的心理学角度对此进行了解释,人类在能够区分主体与客体的同时,也渴望主体能够重新征服客观世界。 艺术行为也是人类征服世界的一种方式,肚子里的胎儿是不分主客的,饿了就有吃的,想睡就睡,安安在妈妈温暖的子宫里,什么都能满足,自然不会有外界的概念。 它并不是所谓的世界中心,而是世界本身,相当于我们前面所说的忘我境界,它是快乐和安全的,圆意出生,就被迫意识到主客体的不同。 这个过程往往伴随着不愉快的经历,比如饿了就会大喊大叫,但却得不到满足。 在这些挫折中,我们认识到我们并非世界的中心,尽管我们大声地诉说着需要,但世界依然自顾自地运转着,对我们置之不理。 在这种边缘化的痛苦中,主客体一时才得以建立。 成年之后,我们想要回归母体唯一的位置,重新征服这个世界,让所有人都听到我们的声音。 我们想要撼动这个世界的意志,改变这个世界的规则,就像商人、政治家、科学家一样。 艺术家们渴望通过艺术创造征服世界,在现实生活中重建理想的乐园。 所以,没有艺术产品作为媒介,光靠心灵感应是无法征服世界的。 因此,艺术家需要通过艺术行为来影响和改变世界。 但是艺术不同于商业活动、科学研究,艺术是最纯粹的、最没有功利性的。 朱光浅深受西方现代美学奠基人克罗奇的影响。 克罗奇认为艺术既非功利主义,亦非道德活动。 它没有评判标准,也没有意志。 现实生活中,压抑的情感、模糊的思想、不平等、不公,都是残酷的压迫和摧残意志。 因此,超越时代的卓越才能只能寄托于理想世界,而文艺正是这种理想世界。 毛母有一本著名小说《月亮与六辨士》,书中的画家就是以后印象派三杰之一的高更为原型。 高更年轻时曾在巴黎证券交一所工作,与丹麦工业巨头之女结婚,生下五个孩子,过着中产阶级般的生活。 但是在35岁的时候,他依然放弃了安逸的生活,转而成为一名专业画家。 他说,我要画画,如同溺水之人,必须挣扎。 从此,他与家人断绝了联系,来到热带岛屿寻求灵感。 由于贫穷,他不得不做苦力来维持生计,高更晚年双腿流浓,双眼感染,身患重病,却从未停止过艺术创作。 他有一幅非常有名的作品《我们是谁?我们来自何方?我们要去哪里?这是人类终极的问题,只能寄托于文艺世界。 在文艺作品中,我们将忘却自我,摆脱意志的束缚,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回归到母体的本源平和状态。 所以我向你介绍了这本《文艺心理学》,它并不是一本实用的书。 它的最大价值在于,让那些在现实生活中挣扎的人们知道,什么能给我们带来心灵上的慰藉和精神上的安宁。 至此,三部分内容已经分享完毕,让我们回顾一下今天的重点。 首先,在宏观层面上,美的经验是形象的直觉,美的经验付诸实践就成为艺术作品,欣赏艺术作品要保持一定距离。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微观领域,具体地认识到两个对立的概念。 在第一组里,我们把美与丑区分开来,艺术上的美与丑,全凭人类意志而定。 第二组我们认识到刚性美与柔美这两种概念,他们与康德所提出的崇高、秀美相对应,与西方文化中日神、九神精神以及中国阴阳文化相对应。 最后,文艺对于人生的意义在于,在文艺中,我们能够忘却自我,摆脱意志的束缚,与天地万物合而为一,回归到母体内平静的本源状态。 另外,朱光潜文艺理论更注重艺术的精神性与个性,而较少关注道德功效,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实践美学流派,以李泽厚先生为代表。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的理论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你有兴趣,不妨对照一下他们的作品。 好了,这本文艺心理学的书就到这里了,音频下面是精华笔记,明天见。